來來來 我們趕快來幫大家問一下 什麼樣姓名筆劃的人 今年的下半年 你的運勢容易卡關 好不好 我們來做個提醒 如果在看運勢的時候 一定看你出生的那個名字 哪怕是出生 你用的在你報上戶口 報一天的那個都算 我們英國就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看在哪一些人 下半年運勢會卡關 這個看我們的地格 地格也就代表的是 我們的人際關係 我們的事業卡關 不見得就只有錢財 有的事業卡關 這個就代表說 你未來下半年 是跟人事關係有關係 要稍微小心一點 地格就是我們的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當你的地格有 19話 28話 21話 30話 有這些筆劃的人 要稍微注意怎麼樣的卡關呢 如果你是一個投資方 你要注意你跟你的合夥人 即將會有拆夥的現象 你是 28 這個就我剛剛講 有人事關係 但賺錢運有 就是說如果有這些筆劃的人 你如果是目前是處於合夥關係 你要注意 你們即將會有拆夥的關係 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是開服務業 就像餐廳 或者是一些做人脈的 服務的 那一定要注意 你的公司裡面 你的員工或者是你的原物料 一定會有問題 或你的下游廠商會有問題 這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很多人對到這個 他是沒有事業 是家庭主婦的 那這個要注意什麼 我們跟家人可能會再來 未來的下半年 會因為某些事情觀念不合 跟老公吵架 或是跟兒女意見不合 或兄弟姐妹 因為父母的 父母的這個健康問題 或是什麼 而去吵架 這個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也要特別小心 你跟同事呢 可能會為了一個感覺 或者是因為工作分配不均勻 而去吵架 其實我們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到寺廟去點燈 或做一些這個消災祈福的 或者是 其實最重要 會不會吵架都來自於自己 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是 你未來下半年 要學習包容心的時候 我們不管面對家庭的問題 或同事的問題 或合夥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的包容心要出來的時候 就像湘怡你是走到財運的 那你出來呢 可能會有人多少 還有一點冷言冷語 當你聽到的時候要視而不見 那你就 你可以把你的心給平靜下來 你自然就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不要被這些冷言冷語 給影響到心裡 事情是一定會發生 但是怎麼處理 是在於你自己 你處理的方式 對的 你的下游跟不上了 或者是你的員工 根本跟不上這些進度 而讓你呢 會產生你的資金會有緊縮 會有壓力 或者是說 你在你賺錢的時候 你一直花錢 但是呢 你沒想到說 再來財運 是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你 當你發覺 我今年收入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我cover不過去的時候 就不行 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你又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要趕快把你的 花錢的方式 稍微收斂一下 或者是我正在擴充的時候 要稍微停下腳步 或者是說 我一直在刷卡了 要停下了 或者是說 我買了一間房子 我還想再買 但是要小心 你可能再來 財運不好的時候 可能是付出不了那麼多 你稍微把自己 再收一點 掌控一點 就不會讓自己 在這個時候 財運是不好的 被套牌 對 好 來 謝謝老師 現在的卡都很討厭 真的 這樣逼一下就過了 都沒有感覺 對 愛注意 由副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生肖命格的人 好日子要來了 我們講十二生肖 也有風水輪流轉 真的 因為現在轉到它好 加油 今天被我列出來這幾個生肖 如果你目前不錯的話 當然表示越來越好 但是重點在這裡 你被我列出來 如果目前不好 例如說在感情的狀況 工作狀況 錢財狀況 不如意不理想的話 現在好日子來了 就是最近你要轉運了 好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錢財運的 就是說你目前可能 收入不好 或者負債 或甚至有卡債 你最近運氣不錯的 是這兩個生肖 一個是屬蛇的朋友 一個是屬狗的朋友 這麼好 因為目前的運 蛇目前走到暗路跟長生 路就是好命好財運 是暗的 暗暗的來了 再加上生生不息 那麼狗是三位 三位在我們十二弟子裡面 三位比三合還要強 運氣更旺的 然後又有財庫也到了 所以這兩個生肖 在最近 最近的什麼時候 記者最近就是要秋天 因為這是金 是秋天立秋之後 這兩個生肖 如果你原來覺得不順暢的 現在開始轉好了 那這裡我特別提一下 就是說 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轉好 他們會很明顯的告訴你 報紙會燈 或者有人跟你講 今天開始運氣很好 不是 你自己去感覺 用人像去感覺 你最近運氣不好 怎麼開始轉好呢 我列出三項特徵 你自己感應一下 第一項 你覺得最近突然為什麼 精神很好 做事情很有勁 什麼事情都很順 本來都是垂頭上氣的 無精打采的 你最近這幾天 怎麼早上起來之後 精神覺得很不錯了 那個好我們剛剛提過 它的那個氣色好 不是說化妝起來的 不是 是自然而然化出來的 覺得精神很好 運氣很好了 這第一項你自己觀察 第二項你早上起床 都觀察一下 你的肚子 尤其肚臍或者耳朵 覺得熱熱的 很溫暖 覺得很舒服 你運氣到了 這是你自然身體會感應到 最近好了 不錯 好 第三個你也可以感覺到 就是你早上起床 往後的你在路上走的時候 會聽到小鳥在叫 聽一下 小鳥每天都在叫 但是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聽不到 真的 你早上起床 哪裡有在叫 你根本想都沒有想到 可是當你運氣到的時候 就這樣就 欸 窗外的小鳥怎麼在叫 今天早上怎麼叫得很響亮 而且是被小鳥的聲音叫醒的 我這陣子有味 我也是 因為我最近搬家 而且我屬狗 我最近搬的那個地方 每天都是被鳥吵醒的 被小鳥吵醒的 你只有聽得到 特別響亮 以前都沒有注意到 並不是沒有聽到 牠叫還是每天叫 就是你這時候感應到了 你運氣來了 你可以自己可以發掘看看 那相應正好一隻輸狗的 你好運都要到了 是 好 再來是工作運 工作運的話也是有兩個生肖 那麼這個最近好運就要到了 一個是屬猴的朋友 一個是屬兔的朋友 那也是 猴最近他的運氣走到靈關 靈關古時候才就是說 我開始要做關了 那現在來講就是我開始要工作了 有好多工作機會到了 金羽就黃金的車子 那這月恩是代表說 那麼你的上天保佑 上天好像特別給你好的恩惠 讓你工作 試下你一個好的機會 這很好 那月降是平安的意思 逢凶化吉的意思 那一樣這什麼時候要到了呢 這個比較快 剛才這個立秋要到八月才有 那這個更快就在六月底 六月底下智後就好 下智是火最強的時候 強氣喔 火氣以往在工作的起 就整個衝起來了 這個是這兩個好運 恭喜一下 好 下面還有感情運 也是最近好運字 好運要到了 一個是屬馬的朋友 一個是屬老鼠的朋友 這個賢池就是桃花的意思 真的 那麼這個陸神當然就是好運 而且感情運為什麼會牽涉到陸神 就是他來的這個桃花是金桃花 就是他的感情運是帶錢財的好 就是他會跟我搶的買單 而且都是他搶的東西 而且不只這樣 只有吃一餐算什麼 一定還有更好的 下半輩子 好 那麼至於屬它是天禧 紅鸾天禧再加上天德 什麼時候到呢 這個要到有月 有月在我們農曆講 就農曆的八月是桃花月 也就是說白鹿以後 白鹿以後它的好運 在感情方面會特別的轉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觀察看看 自己去體驗看看 今年好運這些到的日子 請您恭喜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日子馬上就來了 來休息一下這段廣告馬上回來